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 德州无权在边境设置障碍 阻挠联邦执法后 德州州长阿伯特近日发表最新声明 维持强硬立场 他再次指责拜登政府未有履行职责 拒绝保护各州免受入侵 基于宪法允许各州保留自卫权利 因此他只是按照法律办事 其他联邦法律若有抵触都不能凌驾宪法 因此州府有权调动国民军和执法机关 确保德州边境安全 阿伯特去年9月已经以德州遭受入侵为由 推行连串强硬措施阻截移民 包括安排大巴将移民送往民主党执政州市 以及在边境铺设刀片铁丝网 禁止联邦边境巡逻队进入等 对于这次阿伯特的立场 部分民主党议员建议把德州国民军联邦化 由总统代替州长行使指挥权 佛罗里达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社交媒体平台终止任何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 并采用第三方验证系统筛查未成年用户 无论家长是否同意 法案并未列明具体哪些平台将受影响 但涵盖所有追踪用户活动 允许儿童上传内容并与他人互动 以及利用成瘾性功能导致过度或强迫使用的社交媒体 私人传送短信的应用软件则不在此列 佛州众议院议长保罗·雷娜强调 这一措施旨在解决社交媒体对儿童发展和幸福的负面影响 法案还要求相关公司永久删除被终止账户的个人信息 并允许父母对未能执行该要求的公司提起民事诉讼 该法案目前将由该州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 这将是第一个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条款 就在佛州众议院通过法案的同一天 国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在事情咨文演讲中宣布 正式认定社交媒体为公共卫生威胁和社会公害 与枪支和烟草等并列 并表示必须保护年轻人免受网络伤害 据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1月26日发布的消息 23日晚一名中国公民在夏威夷潭香山市区街道被迫化学液体 严重受伤入院治疗 25日晚 潭香山警方逮捕了一名29岁男子 嫌疑人身高约5英尺8英寸 体重160至180磅 中等身材 据潭香山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方面称 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晚上9点20分左右 据警方称 嫌疑人用一种不明化学物质袭击受害者致其皮肤被烧伤 衣服被烧毁 在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 他还能和他们进行交谈 但他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处于昏迷状态 情况危急 据悉 受害者是玛丽诺学校的25岁客座中文教师 作为国际交流项目的一部分 今年是他的第二年 需要勿计施计划 综specific Чтобы 記者修正以后 务了 在新衣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